意外有望留任 媒体爆料,国足换帅不是足协层面能完全决定的 根据国内媒体,足球,报的最新消息,国足换帅问题迎来了新变化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国足在9月的两场18强赛后将面临主教练更迭 尤其是考虑到过度主帅安东尼奥的呼声不低,但目前足协并未明确宣布任何换帅决定 消息显示,相关主管部门与现任主教练伊万科维奇进行了多次沟通 换帅的计划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样确定 种种迹象表明,国足主帅的更替可能会推迟,甚至不再是近期的必选项 事实上,换帅的讨论早在9月比赛结束后就已成为热议话题 此前有媒体透露,解约伊万并不需要支付违约金 因为他在两场18强赛后将接受考核,解约本无太多障碍 然而,足球,报最新的消息则暗示 国足换帅问题并非单纯由足协层面决定 换帅频率过高和国足成绩长期不佳 让主管部门对换帅的长期影响产生了更多的顾虑 此外,选择过度主教练的方案也可能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特别是考虑到10月比赛的未知结果 一旦战绩不佳,国足可能再次陷入动荡 对于伊万流人的可能性,很多球迷感到不满 在他们看来,足协迟迟没有下定决心换帅 只是在权衡各方压力,却没有从足球本身出发解决问题 频繁的换帅导致了国足成绩长期低迷 但如果没有一次果断的决策,球队的未来同样难有起色 球迷的质疑深不绝于二 认为足协和相关部门在顾虑过多的情况下缺乏魄力和担当 只想着规避责任,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同时,不少球迷对于伊万的执教能力也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国足近年来战绩低迷并非单纯由频繁换帅导致 伊万在多场比赛中的临场指挥和战术部署同样存在问题 如果足协选则继续留用伊万,而不进行换帅 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球迷的不满情绪 有球迷愤怒表示,这样都不换 简直是疯了 这些言论反映了球迷对国足管理层和教练团队的深深失望 国足换帅问题目前陷入了复杂的博弈中 伊万留人的可能性增加,但这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球迷看来,国足成绩停滞不前的症结在于决策层的优柔寡断和缺乏果敢行动 随着十月比赛的临近,未来几场比赛的结果可能决定伊万的最终去留 也决定了国足接下来的走向 中超观察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伊万科为奇的解约谈得不太顺利,核心还是一个钳字 根据中超观察家回复网友的信息来看 伊万科为奇坚持要解约金,而足协又没有钱 因此双方的谈判暂时陷入了僵局 但其也表示,伊万科为奇最后还是得走人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在伊万科为奇不愿主动辞职的情况下 足协想要让他下课,就需要赔付其九个月的工资 伊万的年薪有两种说法 如果是150万美金的年薪的话 那么足协要赔超过100万美金 而如果年薪是100万美金 那么足协也要赔超过70万美金 尽管随后记者马德星称足协在伊万的合同中设置有 阶段性KPI考核机制 18强赛每两场比赛足协都会对伊万进行考核 并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其是继续带队还是下课 马德星坚称,足协要让伊万科为奇下课 完全不需要赔偿整个18强赛剩下合同所有明确的薪水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种所谓的考核机制是否存在 就算真的存在 足协也很难因此免费换掉伊万 阿中超观察家称 以成绩考量作为下课条件的合同国际足联并不认可 所以即便伊万科为奇签了这样的合同 一旦足协不支付借约金就让其下课 只要伊万告到国际足联 足协这笔钱还是要掏 所以,在伊万科为奇坚持索要解约金才肯走人的情况下 足协能够做的就只有对其小之一情动之一力 能少赔点就少赔点吧 值得一提的是 被传是伊万接班人的一二十一国足主帅今晚现身中甲赛场 现场观看广州对与苏州动物的比赛 难不成他也不想升职 此前赵正就表示过 如果中国足协按照两轮一考核的条款解约了 伊万选择去国际足联仲裁 人家大概率是能要到全额薪水的 按国际足联的规定 你合同当中一切以战绩为解约条件的条款 人家是不认的 战绩不好你解约就是全额赔付 赵正表示 关于伊万的合同问题 确实里面签了两轮一考核的条款 但是不管用 里面还签了有争议交由中国当的法院的条款 但是也不管用 因为这是属于国际足联仲裁的范畴 你现在只能寄希望伊万良心发现 但是我认为这个比中国对赢日本对还难 这样的事实下伊万科维奇作为主教练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是在主场面对沙特的比赛中 中国队完全有可能拿到一分 但是最终却被沙特绝杀 这就使得外界球迷对于伊万科维奇的职教产生了更多的质疑和不满 随后在比赛完成的这段时间中 关于中国足协的换帅新闻层出不穷 但是关于这样的事情 足球报 给出了自己的报道 他们认为中国对换帅的事情似乎正在变得不再是必须选项 而这个转折的关键出现在中国足协与伊万科维奇签订的合同上 媒体人苗元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中透露 中国足协的自我保护条款失效了 合同中的而某些内容已经无法的到保障 我们下转的保障 作詞曲 李宗盛